2022年僵尸病毒入侵了韩国校园 原本祥和的校园变成了丧尸的乐园 正在上课的学生 眼睛鼻子流血的走了进来 老师吓坏了 还没做啥 女学生就废似撞墙 有的学生直接就杀进了班级里 成匹的变成丧尸的学生 撞碎了玻璃冲了进来 最嫌倒霉的是女学生 看来丧尸还是有一定审美的 对着美女呲牙咧嘴 实际上呢 老师还刚刚给他们上了关于病毒的课 老师说 学生问 好奇的女学生 对着做试验的小白鼠伸出了手 直接就被咬破了手指 女学生就变成丧尸了 作为学校的老师 在遇到这种情况之下 她的想法竟然是 当时横行在校园里 暂时存活的学生赶紧打通了报警电话 警察却以为这是恶作剧 还警告说 学生抱着手机说自己没有报假案 转头看向窗外 无数双学手正拍打着窗玻璃 很快的警察就接到了多起报警电话 都是关于丧尸 等到警察注意到这个情况 赶紧去给学校回电话 确认之时 早就空无一人 没人接听了 存活的学生此时跑到了天台上 用木制品摆出了SOS的求救符号 准备点燃 在万般无奈之下 学生们只能展开自救 但这力量一分散也是极度危险的 更危险的是感染了的人也还不知道自己感染了 所以各种残局都在不断的发生 如果从空中看下去 密密麻麻的都是人头 根本分不清有多少丧尸 话说这个学校到底有多少学生啊 这场灾难是愈演愈烈 还存活的人相互打气 特警出现了 那些丧尸分闷起来都是疯一样的人 对着动阵就冲了过去 特警也不是对手啊 变成丧尸会有什么表现 原地扭转 仰天嘶吼 群体聚集 动作迅猛 可以以不可思议的方式行走或者爬行 学生们也不甘示弱 有点技术活的都干净亮了出来 利用学校的地形和丧尸展开游击站 甚至可以利用爆炸物 家长们也上阵 除了孩子也顾不得危险了 丧尸们早就不在局限校园里了 他们深入了大街小巷 搞得城市杂乱不堪 虽然学校的老师很悲观的说 希望 같은 것 같지 마요 但是活下去是人的本能 于是战争开始了 幸存者退无可退 他们平时在学校社团里学的东西派上用场 射箭社团的人直接发布了这个特长 面对丧尸只能勇敢战斗 不然就是死路一条 2022学生丧尸来了 你做好准备了吗